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詹宏志 詹大師 各位在座的 就是老朋友 新朋友 大家好 我是詹宏志 現在我當然已經到了一個 新的境界 可以講讀書與年紀這樣的題目 這個題目 當然是因為馬家輝寫了 《大叔》這本書而來 我因為在台灣的這個 編輯領域裡出道非常早 所以我心目中的年輕作家指的是張大尊 所以馬家輝對我來說是聖音現象 大學二年級就能夠寫書 我當時就有機會見到那個大學二年級的馬家輝 其實馬家輝現在就出了一本大書這樣的書 而且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主辦單位就當場就告訴我們說有大書三枚 這個當然是有點冤枉 一個就是我當然年紀是絕對是大書 雖然心理上並不是很樂意承認 假如為大書年代做一個定義 看起來它最合理的定義還是1945年到1964年 這些人今天都變成大書了 他就是Baby Boomer 他就是戰後新生代這二十年 馬家輝當然是吊車尾剛剛好變成大書 不過把宮頭堅拉進來就有點冤枉 因為他恰巧在這個年份之外 我用了這個網路上描述的字倒退回去 我以為是宮頭堅是生在1967年 不過他告訴我是1966年年底 所以他其實是還不在我前面說的這個大書年代的範圍裡 馬家輝出書出大書把朋友都拉來陪葬 就是有這樣的朋友何需要敵人 我上次說這句話的時候是說有這樣的政府何需要敵人 所以可見我心目中馬家輝跟政府是一樣的地位 我在予有機會比各位更早的看到書稿 還沒有印出來之前馬家輝的書稿 這的確是一個有意思的書 因為細膩婉轉 各式各樣的中年興盛 這的確是跟馬家輝平常講話是不一樣的 剛才郭德堅也提到 他講話的時候非常幽默 可是一寫書就變得非常哀怨 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看得出他那個文青底子的那一部分 就是現在雖然是文藝中年 不過那裡面那種文學的細膩是一直都在的 不過意識到自己變成大書 然後輾轉輝反側 最後寫出一整本書來 這看起來好像是鎮定 謙和很鎮定的樣子 不顯然是心有未甘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會說這麼多關於這個變成大書這件事呢 那我在這裡作為一個比較老很多的朋友 我要說大書其實是很值得辯護的地方 身為大書 並不是完全全部都是壞的 我最近還看到一個新的報告 這個報告是台灣這個老前輩施正榮先生 他退休之後 他最近組織了一個叫做龍吟論壇 是要做台灣的這些生活型態研究 要看出台灣的 就是我已經宣稱不再做的事 社會趨勢那個事 那他在最近做的報告裡面講到說 有一種新的 新退休潮 他把它稱之為回甘人生 不過在講的人 這個人的時間不太一樣 他指的是1954年到1975年 這20年間就比Baby Boy晚了10年 這一群人剛剛好陸陸續續 都要進入退休的行列 這個話當然指的是前沿 不前面後1975年 今天才40歲他退休要幹嘛 這個我當然有點不明白 不過如果他是1954年出生 就跟我的出生非常接近 那他們是到了生涯的尾聲 他們是要到退休的時候 他這個研究就說 這群退休者會跟以前的退休者很不一樣的 這群退休的人 他們基於這個現代的 藥物跟健保 所以身體還不錯 所以退休並不是在家養花食草 這個寒儀弄孫 他是有很多事要做的 他要把他一生沒做的事 好事跟壞事都要拿來做 所以他要去做義工 他要去環遊世界 他要跟工作間出去旅行 他要去上課 他要去學做麵包 他要去學鋼琴 學芭蕾舞 就是這些人是那個bucket list的時代 一路玩到掛的那種人 就是他也有一點 可能有點積蓄 可能現在子女他也已經長大了 就不需要他照顧了 現在也不是養兒防老的時代了對不對 現在都是養老防兒的時代 所以他把他看出來說這一群退休者 這種退休人 將來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就是怎麼去服務這群人 所以這講的當然還是一個 非常行銷的概念的東西 這也不是我今天要說的話 我要說的是大俗百害 唯利讀書 跟黃河一樣 雖然有很多的缺點 作為一個大俗有一百個缺點 不過對讀書這件事 年紀來到一個地方 其實是有優點的 我自己起碼就看到這幾個優點 我自己從我自己身上看到這幾個優點 第一個是發現我自己沒有能力能夠追蹤新事物 我年輕的時候我還可以 台灣只要賣好的書 不論好壞的 我都試著去買來看看 目的不是要讀那本書而已 還想要讀這些書的人在想什麼 我希望有機會 我是一個做編輯做出版的人 我很想知道 我不只是關心我自己在讀什麼 我還關心別人在讀什麼 因為別人所讀的書對我是一個啟發 可是我現在沒有這個力氣了 我追逐不了的 我剛剛講說我心目中年輕作家 是到張大春為止了 所以你要我看九把刀我是苦的 就是辛苦的 你要我看育我 我對我來講都是 不是他們不好 只是我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你既然追心不及 要追比較新的 新的發展沒有力氣了 就不知不覺就自動的退回到 如果舊書跟古典劇 現在回想起來 這是一個意外收穫 你年輕的時候是花太多時間 讀新的書了 新的書比舊的書好的機會其實不太多 所以這次大書讀書的第一個好處 就是你突然間安靜了 突然間覺得年輕的時候你以為那些 重要的書都是以後可以讀的 現在就是以後了 現在就是你以後要讀的書的那個時間了 這是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是 我以前書讀了會記得 現在不記得了 我既然沒有辦法寄送 我沒辦法記得書到底講什麼 我只好消化它 我只好理解它 恰巧現在也來到了一個新的形態 就是書中所序 所說的說的事 我在夠長的人生 旅程當中的的確確 經歷了某些事 慢慢的看得出來 這話是什麼意思 年輕的時候我看到這些 這些紀錄這些描述 我現在若有所感 但不是真實的體會 今天我有非常真實的人生可以對照 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慢慢看得出來哪些作家是更老練的 他是真的寫出了這個狀態 所以我失去了那個很快的可以記得書中所說的事 但我得到了慢慢可以體會書中所講的這個能力 這件事是年老讀書的第二個優點 或者意外的收穫 也因為讀過的書記不得 所以當我想起來 我想要寫一個文章或我想要做一件事 我在想說那本書當時好像說過一個什麼 可是我記不得了 所以我不得不要從架上把它重新拿下來 所以我就不得不回去重讀 我去重讀一本書 這就得到另外一個新的真實的力量 這不是我說的 這其實是寫這個 這個羅伊塔 這個俄國小說家 納布可夫說過一個名言 他說 One cannot read the book He can only read it 一個人是沒有能力能夠讀一本書的 一個人只能重讀一本書 他底下他後來有再解釋 他說我們沒有 我們的感官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能力 沒有這種faculty 可以一次知道這本書在幹嘛 譬如說我們在看一幅畫的時候 我們站在畫之前 我們的眼睛的確是有能力一次把一張畫的所有的內容都吸收到眼底 所以我們站在畫的前面 第一分鐘看到這張畫 第二分鐘我們其實已經在重複看這張畫了 因此我們就第一次看到這些細節 第二次就可以開始觀察它的構圖 觀察它的顏色 觀察它的種種延伸的內容 可是書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眼睛沒有辦法從第一頁直接貫穿到最後一頁 所以你必須先經過一個過程 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 你才知道他在幹什麼 當你第二次讀它的時候 你才注意到這個作者在做什麼 他為什麼這樣安排 他為什麼前面三十頁要寫這些事 為了要把那個人的性格建立起來 為什麼要有這些鋪陳 因為後面有一個情節 要反映前面那樣的因果 所以你也許在第二遍讀它的時候 你才第一次有機會 弄清楚這整本書的企圖跟架構 那如果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讀書那麼快 優點是快速的進入快速的滿足 我們沒有機會去重讀它 那也只有重讀的時候 你才注意到這裡面原來還有各種安排 重讀的時候你才發現 你原來還有很多細節是沒有想到 很多細節是沒有讀到 我後來就是用了這個方式 來重讀很多東西 譬如說我用它來重讀克里小說 克里小說第一遍看的時候只關心誰是兇手 那第二次在看的時候 因為兇手已經知道 所以那個破案已經不是要緊事 所以我才注意到偵探的餐桌 他在吃什麼 我才知道他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引到了什麼東西 所以暗示了那個偵探的教育跟他的來歷 要暗示了他的閱讀的背景 所以當我們有機會重讀一本書的時候 對我來說這才是真正得到讀書的真偉 所以我說儘管大叔讀書有一百分缺點 不過他得到了一些在讀書上他得到一些新的收穫 第一個收穫是因為沒有辦法追逐新事物 所以只好沉澱在舊書跟古典當中 第二個優點是因為他施於祭頌 所以只好能 就是額外的他收支於他的心靈神會 也因為他要追往 追逐那個記憶失去的地方 所以他要重讀 所以重讀當中才得到閱讀的真偉 我說其實我們不只是讀書得到 這些收穫得在書的裡面 我們當然其實還得到很多在書的外面 我本來講在這個大綱裡頭 但時間幾個都不夠了 就是我要舉過去我曾經這個 我第一次被 不是這次叫我們大叔這個當然是 我心裡讓他微微覺得有點被冒犯的感覺 不過這不是死於今日 我很多年前就被人家這樣看了 這個 這個例子呢 我在2009年第一次被 被一個有一點點白目的企劃 提供了一個題目 他說請你來講熟年閱讀大痛快 我也沒辦法拒絕 因為邀請我的是一個書店 而那個書店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結識的一個書店 剛剛開的一個書店 他25週年 找我去講那個年輕的企劃 理所當然覺得我應該 適合去做一個熟年閱讀的題目 我一開始有點悶悶不樂 後來我就覺得這個題目並不壞 我必須承認它 後來我覺得我不需要改這個題目 我應該衝著這個題目來講一些話 因為我覺得 讀書的確有可能 是 越讀書越快樂 因為每一個階段 的確是有些不同的處境 譬如說 當時他們提供這個題目給我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我是一個過去很多未來很少的人 我有無窮進的歷史 我可以回頭去反出說 那個時候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 我可以記得台灣很多片段 我可以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打交道的各種人的那些經歷 那都是不可能再重現的一個社會情境 可是因為未來很少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理由 有一種功利的讀書目的 因為沒有用了對不對 我現在在努力去學什麼東西 我也不能拿來用 因為我要退休了 所以我也不為 我也不為任何人讀了 小時候可能父母親會幫你 趕到房裡說不要玩了去讀書 現在我父母都死了 沒有管我的人 所以我沒有為任何人讀 我也沒有為任何的目的而讀 我完完全全是從某個角度看 我沒有 我讀書讀完要拿來做任何功利的目的 都來不及了 所以現在讀書是完全自由了 沒有目的也沒有任何人要配合 你就是讀你自己痛快的書 開心的書 你讀完之後 你完完全全是願意讀的書 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要逼迫你 所以他既然完全自由了 他也就真實的完全享樂了 我當時花了一個力氣去回溯 我自己猜想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讀書的階段 我在座很多年輕人 這些話也許你四十年後回想起來會有點意思 現在聽可能太早 我就說我經歷過那麼多的過程 我是一個鄉下小孩 是一個沒有什麼書可以讀的地方 但什麼緣故我就是一個想要每天去找書來讀的人 我講的當然不是課本 因為課本都是發下來那天我就看完了 我每一整個學期上課我其實是很無聊的 我坐在教室裡 因為我已經看過了 老師講的也沒有更好聽 所以我因為不太專心 所以常常要挨打 常常要被罰貴 常常會被交到這個角落去 但我關心的是 我那個村子裡有誰 家裡有一幾本書是我沒見過的 那我到某些長輩家裡 有我在中文學院工作的遺葬們 我有時候會看到什麼 食用詞讀舉例 然後這種書 拿來看就不會太好看 不過如果有一本 朱志興三文集 這對我來說就非常有意思了 如果我能夠看到一本胡適文選 那對我來說 當是一個開了眼界的東西 那我有比我稍微大的 這個兄姐 她們在外頭讀書 偶爾會帶書回來 我有一個文藝少女的大姐 她在外地讀書 所以她會帶佛羅摩斯回來給我看 所以就引發了後來 有一個人會去拼摩殺專門店這樣的過程 那我的大姐會帶李敖的作品回來 對我來講 她當然是第一次看到老年人與棒子 那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那我也是我的大姐 送給我在我小學畢業要去上 要去上初中的那一天 她送給我一本聖修伯里的小王子 那也可以想像一個鄉下小孩沒有接觸過什麼書的 這個書對她可能帶來的心理上的震撼 那後來我就從鄉下到城裡 城裡當然是一個接觸書的地方 那也因為我在讀書的過程裡面有過那樣的經歷 所以我渴望去尋找更多的書 所以我在台中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有台中讀書館 省立台中讀書館 有這個學校旁邊 有美國新聞處 有一個美國的讀書館 英文的讀書館 所以這個當然都是在那個時代 那個飢渴的年代 重要的來源 那這個過程 當了一個鄉下小孩 讀這些書其實是沒有人可以講的 同學也不談這個事 老師也不談這個事 我的父母親也沒有機緣可以跟我談這樣的事 我是必須要趕鴨子去吃堂吃撫平的 所以在吃堂旁邊 也許會把我想的 因為我也羞於其詞 因為這種文藝少年的想法 說出來也很丟臉 所以也許只能跟鴨子試試看 敘述一下 是不是我想這個事是不是有一點道理 直到我來到了台北念書 看到了各式各樣厲害的學生 厲害的讀書人 因為有這樣的經歷 但我對讀書這個事 這個因緣有點反省 就是說 讀書的眾多被描述的東西 說他陶冶性情 我其實不相信 因為最厲害的經濟犯罪的人 都是讀書的人 會讀書也有很多壞人 那我也認識非常多的鄉下的朋友 他們不是讀書最好的人 但他們是真的好的人 那也有人說讀書應該有順序 小時候先把什麼什麼基礎打好 以後再去讀什麼書 這我也不相信 哪有那麼好的階梯式的閱讀經驗呢 或者說讀書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功能 因為這樣你可以做好的工作 得到好的人 這我也都不是很確定 我不太確定這是讀書的力量 我猜想讀書的力量 真實的力量是讀書的美好經驗 如果你有過一個讀書 讀得很開心的經驗 你很想要再重新經歷那個經驗 所以你再去找下一本書 所以你是從快感中得到啟蒙 所以追求快感 在沒有其他的條件底下 是最自然的讀書的理由 所以我才會給自己這樣想說 既然讀書是開心的事 不過當然這是運氣 如果你很幸運的讀書得到樂趣 因為讀書也不是每個人都得到樂趣 就好像你把一個人丟到游泳池 不是所有人都有弄脖子樂的對不對 你要學會游泳你才很開心 你不會你沒有學會游泳 丟到水裡頭去 痛苦的事超過了開心的事 讀書可能也是這樣 就是說他有一點的技能 他有一點的訓練 你如果會了 你也讓他很開心 如果你是幸運的得到這個力量的人 這個娛樂 這個訓練有術的娛樂 我拿起來想 我覺得的確是有一種功能的 這就是我後來提出來 讀書防老這個想法 就是你老去以後 你要有什麼樣的樂趣 譬如說酒色才氣是不適宜的 因為他不健康 對身體不好 那這個登山撞遊 不是他對你不健康 是你已經不健康了 所以你不適合做那樣的事 你走不遠 你也跑不了山 你力氣是不夠 那或者你有一些其他娛樂 比如說 可是有時候不方便 比如山缺一 這不方便 對 當然現在可能好一點 因為網路上隨時可以湊足四人 所以我說讀書是極少數的 這個獨立可以娛樂的一個東西 娛樂 就是可以獨樂的 可以單獨一個人就變成一個娛樂 他對體能的需求非常非常少 他要求我們的非常少 就是你即使臥病在床 看出也還不太困難 那這個是我以前都這樣想的 最近我有一點不同想法 因為我開始去看眼睛 說你有黃斑部病變之後 我就開始有點 心理上有點疙瘩起來 因為這個娛樂還是有一個工具的需求 可是我說讀書還有一個 老年讀書有一個重大的特色是 你體會到什麼叫做漸入佳境 就是那個人生體會跟書中對照的這個能力 這個資料庫變大了 而且何況讀了書沒有可用之地 不能用的 也沒有補完之虛 我還缺什麼樣的技能 我還再去補足 也沒有用了 因為你去弄完了 你也沒有工作了 還有一個更大的優點 是月後即旺 所以沒有新書匱乏之餘 每本架上的書 全部再打開來 全部都變成新的 我的書架上 每本書再拿下看 還可以再看 因為它又新了 所以看起來這是最佳的老後良扮 在馬嘉輝的大叔出書之際 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說出大叔的下一個境界 就是我剛剛說的 當讀書變成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有完全新的樂趣可以追尋 這是年紀與讀書 我在今天可以提供的體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單大叔請援護我 那我們再請馬大叔到臺上來